yoo,我是波子 今天我決定試做炮菇 為什麼呢?因為早前在日本的時候 發現了一些很古靈精怪的炮菇 懲罰之炮菇 有苦到爆,甜到爆,辣到爆,還有酸到爆 而今集我想試一下酸到爆 炮菇又在了 怎麼煮呢? 我沒有買炮菇機 答案是其實不想炮菇機 都可以做炮菇的 材料只需要 雨水罐 蠟燭 還有火機 還有把刀 首先你把這個罐一切為二 現在你會有一半的罐下面和上半部分 上半部分我們就切一個出口 好了,煮完之後你應該就可以把 上半部分的水罐單開出來 把下半部分也切一個小小的入口 是用來放蠟燭 蠟燭 蠟燭位搞定 這個圓圈位就是我們做炮菇的地方 我們加少許油 再加少許油 再加少許粟米乾 那它應該是最後煮完炮菇才加酸粉 所以呢 我們暫時就先做炮菇 準備好了嗎? 炮菇 因為剛才那些火就不夠氧氣 所以我決定剪多些排風口 怎樣弄些排風口呢 就一人願意的 我覺得現在這個風格就像菊花 已經有一顆蛋出來了 先試一下 是新鮮的黃菇 如果拿去加煤氣 我一定可以吃得很旺盛 很快的炮菇吃 但是這個蠟燭 相信火力是不夠的 所以我決定做三個心的蠟燭 把三個蠟燭心吞出來 好,我們把三支蠟燭心放在裡面 把三支蠟燭心放在裡面 把它合體 先把養生蛋都算合體了 應該可以了吧 最終這炮菇是成功的 準備好了 開動 哇,這包餅是什麼 整顆糖 難道這就是超酸的味料 哇,會爆啊 是什麼味道呢 好酸啊 好,拌勻了 終於可以試一下這個超酸的泡菇 是什麼味道 開動 因為小小的泡菇 暫時不太多泡菇可以吃到 試到這個最酸的懲罰 泡菇是很習慣的 一包是超辣的泡菇 一包是超甜的泡菇 一包是超苦的泡菇 我打算送給觀眾 對,送給你 如果大家想要 歡迎大家去我的Facebook 留言 記得分享這條影片 和Like這條影片 我們下一集再見 吃泡菇 不用買泡菇機 拜拜 喝一口可樂 又可以再吃 不錯不錯 請訂閱 嘢